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Automate 歡迎回來我的方舟生存進化啦 今天呢 繼續我們的這個 環太平洋模組 好 我們終於又回來了 那麼呢 今天這一集老頭有計算一下 今天這一集可能是環太平洋的最後一集了吧 我來稍微看一下 我們還剩下哪幾隻沒有召喚 目前為止的話 我看一下 英勇保衛者沒有出來過 然後 優里卡突襲者 優里卡突襲者這一隻 我記得好像是第二集就有了吧 我記得有觀眾在上一集有提及說他想看 那這位觀眾我必須告訴你 就是這一隻呢 某一集已經出現了 所以說你要看的話可能要去找一下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鋼鐵荷魯斯也沒召喚過 再來就是我們的 冬日阿賈克斯 我們上一集有很多人留言說非常想要看這一隻 我們待會也把它召喚出來一下好了 然後再來就是迅龍 是迅龍還是吉虎阿 吉虎拉 今天應該就剩最後這四隻了 那這最後這四隻召喚完的話 我們這個模組應該就不完了 我們就要換新的模組了 有些別的模組應該也是不錯玩阿 到時候老頭找到之後呢 一樣會用這種形式再分享給各位 好不好 好不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吧 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要來看第一隻喔 不過在看第一隻之前我想要先離開 我想要直接先下來 好不好 先下來的話才比較不會因為召喚卡住 好 我們來召喚第一隻好了 今天就把它全部看光光 我們第一隻是英勇保衛者 我肚子餓了耶 英勇保衛者先來召喚出來看一下 然後我有肉嘛 先吃 為什麼會演的這麼奇怪阿 唉唷 哇 這英勇保衛者手上拿的是什麼 項圈嗎 阿皮鞭 哇 神鞭神鞭 英勇保衛者怎麼看起來像是一個SM的機器人阿 抖S嗎 右鍵 哇 這個神鞭伸縮自如 可以直立變成鍵 然後呢也可以彎曲變成一條鞭子 為什麼他要叫保衛者阿 看起來一點也不保衛的感覺阿 有一種就是 有點那種偏那種變態變態那種 因為他手上拿皮鞭的關係阿 這應該是要叫墊鞭 不是叫皮鞭 而且我發現他這機器的後面還有 什麼PPDC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的後腿 還有很奇怪的一個像是logo代碼那是什麼東西阿 欸 好精緻喔 他連這個 英文字幕都有刻印上去耶 然後他前面是寫什麼 這個什麼GB 049是不是 好像什麼型號之類的 Nokia 3310阿 K610i阿 還是什麼之類的 手機型號手機型號 這是機器人型號 P一下有1萬滴還不錯 啊C鍵好像沒看過是不是 看到C鍵 C鍵就感覺是 利用全身的力氣把它甩出去 而且我剛剛在甩的時候我好像看到呢 我們機器人的手脫離了再看一次 有吧有脫離吧再看一次 有有有 輕微的稍微有點脫離了 沒有並沒有脫離 你們再看一下那個肩膀下方 是不是他那個 手臂的那個寬度其實 看得出來他的寬度是長這樣子的 所以說並沒有脫離 他是故意設計成這個樣子 好 了解 好啦 這個是我們的 勇士保衛者 OK沒有問題 再來看下一隻 欸還蠻帥的我覺得 這隻可以 這隻可以 每一隻都具有特色 我覺得這蠻讚的 再來下一隻 沒有看過的應該是鋼鐵和魯斯吧 來看一下鋼鐵和魯斯長的 這隻 喔藍色的 欸老頭蠻喜歡藍色的 我看一下 哇 我可以 我可以稱呼你為 冒險聖哥的巨像嗎 好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 在這個模組裡面稱呼 機器人巨像了 這隻也他媽太像巨像了 老婆天啊 左劍 正義鐵拳 鋼鐵和魯斯 正義鐵拳 右劍 看一下右劍 不知道在射哪裡 邊滑步邊射擊 有點強 C劍 揍地板 地獄之拳 揍 揍 為什麼打不到旁邊呢 有啦 一萬滴 然後我記得好像之前有一集是有觀眾有留言說 腦頭為什麼你不切第一人稱 呃 第一人稱就長這樣啊 哈哈哈 看不到啊 不是我不切啊 根本看不到啊 哈囉 這就是你們眼中的第一人稱 長這個樣子 不然的話我們去看別台嘛 別台第一人稱 欸 哇賽我直接穿下去啊 哇這隻機器人會讓我穿地心 其實這個很 算是很多模組的痛病喔 有些模組你做完之後呢 就是會有造成這種莫名其妙的一個情況 這個很常發生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漏了某一些環節吧 有可能 好不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隻的第一人稱長什麼樣子 好了 上來看一下 這隻的第一人稱的話是比較不會擋視線啦 但是 該怎麼說 就他攻擊的時候你會完全看不到 因為被你自己身體擋住了 所以說第三人稱其實是最好的 那第一人稱 你是可以看得到你的手在移動 但是攻擊的時候就會被擋住 不過就是很有帶入感就對了 這個是的確非常有帶入感的 然後我從這邊走過來好了 我怕我等一下要掉下去 我看一下勇者歐米加的第一人稱長什麼樣子 看一下看一下 這是我的第一人稱 都差不多啦 大同小異大同小異 都差不多 阿這在幹嘛 打他 靠下去就對了 是不是 好不管了 我們來看下一隻 我們來看下一隻 來這個看完了 我們剛剛看的是那個嘛 剛剛看什麼忘記了 好不管了 我們來看下一隻 下一隻是 阿鋼鐵 鋼鐵荷魯斯看過了嘛 隱形浪人是上一集的嘛 歐米加剛剛的嘛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 東日阿賈克斯 這隻呢是上一集呼聲最高的 我們來看一下 長什麼樣子 呦 哇 好帥喔 這個顏色跟配色我要喜歡 藍白耶 藍白拖鞋 哇 太帥了吧 哇 哇 歐米加 哇塞 這隻在環太平洋裡面是擔任什麼樣的角色阿 你看他出拳的時候 會有個半元斬耶 應該算是氣元斬 讓我聯想到七龍珠 好帥喔 西劍 哇 哇 這招帥爆了 剛好是我喜歡的顏色 然後呢 招式又這麼的 帥氣 帥氣滿分 這招攻擊應該是可以屬於 屬於可以連打型的喔 但是這邊的生物打一下就死掉了 所以說沒有辦法展示連打的作用 沒辦法展示 好 秒殺秒殺 太猛了太猛了 好這邊兩隻雷龍順便一下 啾啾啾啾啾啾啾.. 哇實在太進表了 這一隻我也蠻喜歡的 OK 來,我們來看下一隻 �啾啾 哇這隻好帥喔 怎麼每一隻都感覺像主角般的帥氣呢 啊,好啦 我們最後一隻是吉虎吧對不對 迅龍是上一級喔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吉虎好了 吉虎這一隻的話 顏色跟我剛剛上面那隻阿賈克斯 是阿賈克斯嗎 差不多 為什麼不能騎阿 來 讓我上去 快點 給我上來了 哇 吉虎的武器 怎麼有點假面超人的感覺 左劍 右劍 這根本雷切來著的吧 C劍 哇靠 超帥的耶 我已經不知道我的影片封面要哪一隻了 算了 我影片封面還是我們的 下面這一隻好了 冬日 冬日阿賈克斯 這隻真的當封面也很讚耶 好帥喔 好難選好難選 可惜 這麼多帥氣的機器人 封面只能有一種 好吧 到時候呢 不是到時候 已經放了 當你們看了這部影片之後呢 已經放上去了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到時候這回事了 好不好 這台他媽也超帥 帥到爆 帥到掉渣 真的是 我的天阿 我的天阿 好吧 我們現在所有的機器人 全部都召喚完畢了喔 我們現在要來完成一個 之前影片內的其中一個承諾 就是呢 所有機器人召喚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要來開始 用所有的機器人 來進行 最終BOSS戰 然後呢 我他媽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 非常棒 喔喔喔看不見 好 吹一下口哨 我看一下 全部黏在一起了 OK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呢 喔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呢 進行我們這個 滅絕裡面的那一隻 泰坦王的決鬥 我覺得應該是會贏啦 我覺得 我們的贏面應該蠻大的 喔 因為呢 我們的數量蠻多的 每一個個打一下 大概就可以撩 泰坦王的三分之一的血量吧 我覺得 然後不過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想要先讓我們天氣是好天氣 好不好 弄一個白天之類的 我先弄個加速喔 讓下雨結束掉 好 結束掉了 超死人了 OK 來吧 等我一下喔 我先去 上網找一下 代碼 待會回來 指令已經出來了齁 我們準備開始了 準備要來開戰了 就一直等級的好了 PASS 來吧 怎麼卡住了 哇哇哇哇哇哇 準備出來了準備出來了 準備出來了 各位阿 上阿 他出現了阿 我們差不多一樣大 快攻擊攻擊 完了他是不是卡住出不來了 我覺得他卡住了 我覺得我 誒 攻擊他 我要召喚那些小傢伙馬上被弄掉了 我要站起來站起來 哇 他比我買大隻欸 他比我那一隻 這隻 環太平洋的怪獸還大隻欸 哇噢我的天啊 阿怎麼不動 攻擊阿 打下去就對了 欸等什麼 尻下去阿 你們到底要不要打阿 為什麼感覺只有我一個人在打而已阿 完了 我覺得這個也打不完了 他們沒在動阿 體型上卡住嗎 他們都在打下面這幾隻是不是 放下去就對了 等什麼 欸 沒扣多少血欸 我覺得這樣打完了也沒意思阿 算了 就這樣子吧 讓他結束掉好了 我不打了 根本就沒看頭阿 那全部都黏在一起了 我說真的 有點可惜 我真的他應該要把那個距離給抓好阿 這樣子全部一起攻擊的那種感覺才會 你知道嗎 會比較那種 很盛大的那種慘烈慘壯的那種感覺 不過我現在沒辦法 我真的無解了 好不好 好啦 那麼我們這個環太平洋模組呢 大概就只能先這樣子啦 那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了 新的內容已經全部都介紹完畢了 好不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左下角給訂閱 右下角給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有機會新的模組再見啦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还有請翻託